在今天有感覺到溫度上升了 溫度上升的幅度 讓你感覺到中午有點熱了 像在板橋側站 像在金門 溫度都到達了31度以上 所以要提醒大家 又是兩件事 第一個 中午的時候外出活動 要記得補充水分 第二個 外出的時候陽光強 戶外活動的話 防曬工作 尤其在高山部分 還是要特別的注意 我們就來看什麼 看看未來一個人 我們的天氣狀況 什麼時候會有變化 先來注意到 這樣穩定的好天氣 中午的溫度偏高 達到31度的高溫的天氣 還有兩天的時間 也就在週五 週六 兩天的時間 溫度高 但你要特別注意的是 日夜溫差相對的非常的明顯 早晚的天氣涼 早出晚歸騎車的朋友 小心可別感冒 記得要加個外套 那這樣的天氣 在五跟六兩天玩中 到了禮拜天的時候 白天還是滿適合活動的 因為在禮拜天的白天的高溫 仍然有達到 接近30度的高溫 可是到了禮拜天的晚上 北部地區要轉雨樓 最重要一點就在於說 封面雲帶的水氣 開始要逐漸的進來了 東北季風在週日的晚上 接近深夜的時候 開始要增強了 所以我們的天氣狀況 要改變的時間 就在禮拜天這一天 但到了禮拜一的時候 東北風吹了進來了 南北的天氣不相同了 北部中午的高溫剩下23度 南部地區的高溫在29度 溫度狀況來說 南北有差距 東西天氣也不同 往東走會飄雨 包含台北的東邊 東北角 基隆 宜蘭 北花蓮 到了南花蓮雲亮多 可是西半部地區是天氣晴了 所以東山飄雨 西山晴在週一 週二 週三只有東半部有雨 但是在北部地區的降雨狀況 隨著水氣的減少而減少 但是溫度狀況往北走 仍然比較偏涼一些 到了禮拜四的時候 氣溫的部分 才會隨著冷空氣的減弱 開始又要再上升 所以下個禮拜的東北風影響 三天的時間 週一 週二 週三 不過今晚到明天 要特別注意的就在於說 早晚天氣涼 中午暖 日夜溫差明顯 還有第二個要特別注意的 就是霧的狀況 像在今天的清晨是台湖 三重保護力專家 新美麗3HMO親戶水解 真實色彩的雲圖 這張雲圖 我給大家看的時間點 是下午的4點鐘的時候 為什麼看這時間 太陽還沒下山呢 所以雲層可以看得很清楚 來 我們可以注意 東半部地區雲多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雲層 這邊已經是有雲層了 最重要一點就是 我們的風向吹東風 海面上的水氣帶進來的時候 早晚在東半部地區 雲層多之外 還會有一些些零星的短暫雨 雨量部分不會太多 而西半部地區天晴 可以注意到今天 在西部地區的朋友 都看到了美美的夕陽出現 但是整個風場來說 還是有一點點 偏著東北東風進來的關係 所以東山早晚雲多 西山是天氣晴了 這邊是高空的雲層 在台灣海峽的位置 所以在明天的整個西半部地區 就跟這雲圖一樣 都是屬於晴朗 而且白天溫度偏高的狀況 接著來看到衛星了 有沒有注意到 剛剛正式色彩 可以把雲看得很仔細 但這張彩色雲圖 是紅外線雲圖 紅外線雲圖 主要呈現出來 就是雲頂的溫度 也就是說 高空廠的溫度狀況來說 這邊有雲帶 正在逐漸的由西往東走 北方的冷高壓系統 它已經逐漸的東移進到了日本了 雖然高緯度還有高壓在通過 但緯度的部分偏高 我們的風向 吹著比較偏著東風進來 溫度形態來說 明天的白天 北部仍然是達到31度高溫 南部地區也有在30度 另外中部地區就達到31 所以整個西半部地區 全部都是天氣晴了 冷高壓 緯度還是偏高 這個高壓什麼時候會下來 以目前來看的話 我們的高壓系統 當獨見東移之後 另外高緯度地區有高壓通過 可是緯度偏高還沒下來 目前來看的話 大約到了禮拜明天晚上的時候 冷空氣會有一股冷空氣 開始逐漸的在週五晚上 要漸漸的通過黃河流域了 禮拜六的時候 冷空氣開始要逐漸的通過 長江流域了 星期天的時候 冷空氣在白天通過了長江流域 開始往江南到華南的方向移動的時候 還沒進到我們台灣上空 但等到星期天的晚上的時候 冷空氣就要開始逐漸的進入 預估在星期天的深夜的時候 冷空氣進來 近海的風浪來說 要逐漸的增搭了 溫度形態來說 在禮拜一的時候 要轉涼了 最主要就在於 北部地區的感受是比較明顯 中南部的話 最主要因為有陽光 相對的到了下週一的時候 沿海陣風都是偏大 7到8級的陣風 不過溫度狀況來說 在中南部 因為有陽光的關係 溫降幅度來說 感覺起來只有早晚比較涼一些 我們就來看看 今晚到明天的溫度了 晚上的天氣還是有點涼瘦瘦 白天的北部的溫度高 你可以注意 台北預報上面 甚至有機會到32度 像板橋側站今天就到了31.1度 整個北台灣天晴日夜溫差大 中台灣的日夜溫差更明顯 不過另外要注意的就在於 整個中台灣西部平原 清晨都有霧 南部地區也局部性的霧在 雲家南平原空曠地區 高雄跟屏東只有博物的狀況 在中午熱 東半部地區 在宜蘭到東北角地區 還有北部海岸線 倒是早晚有點地形降雨 花蓮 台東好天氣 外島地區早晚天氣是比較偏涼的 未來一個禮拜可以看到 好天氣可以到禮拜六 禮拜天的晚上 開始東北激風增強 星期一的時候溫度下降 星期二 星期三的時候 乾燥的空氣進來 只有在東部地區有雨 整個其他西半部地區天氣晴朗 外島地區來說 倒是在禮拜天以後 溫度在馬祖下降到17度 小丁您兩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早晚糧騎車注意 西部有物喔 清晨出門行車要下降